每到下雪人们的生活里就多了一些娱乐项目 打雪仗 对雪人滑雪 小区里 公园里 一家人在雪地里对雪人 其乐融融 学校草场上 一圈圈调皮的学生 各自为营 扔雪球 打雪仗 欢声雷动 亲情 友情 回忆 憧憬 人们对这种娱乐活动有着太过热烈的期盼和美好的想象 这种热情是东人的严寒都无法驱散的 在国外有一对情侣 把自己家里的二哈埋在雪地里了 我们可以看到 二哈在雪地里也是非常的配合 看他一脸享受的样子滑稽极了 也不知道是二哈惹主人生气了 还是主人调皮 把二哈的身体全部埋在雪地里之后 又把二哈的头也埋了起来 这下更好笑了 二哈只剩下眼鼻嘴 在外面了 无度有偶 一群鸭子刚跑出门 结果被动的立马跑回了屋里 镜头拍下搞笑一幕 这天 外面下了厚厚的一层鸡血 小鸭子们发现主人没有关门 然后就兴奋着扑腾的翅膀 排排队 一流言跑了出来 嘴里还不停的嘎嘎叫着 但是没过一会儿 他们好像发现了不对劲 接着一群鸭子又掉头排着队 跑回了屋里 不当的翅膀似乎比出来的时候还急破 可想二指 这天真的是太冷了 而在一旁现在漏后的主人 恰巧拍下了这搞笑的一幕 大家喜欢下雪天吗 欢迎评论留言